上一次被人看见黄姓男子是在阿罗哈科运上面大吵大闹 但是下一次被人发现的时候 他竟然变成大排水沟里的一具遗体 国道1号206.3K南下的排水沟 12号中午发现这么一具泡水男尸 警方确认他的身份是非级台义的黄姓男子 原来他5月29号的晚上搭阿罗哈科运南下 但是在车上大声的喧哗还骚扰乘客 最后他被要求下车上厕所 结果一次是因为夜间视线播明的时候 他落水死亡这么多天才被发现 从车上录影监视画面看到 刚从菲律宾探亲返台的黄姓男子 不但在车上抽烟对其他乘客泼水 甚至还拿棍子敲车窗 驾驶多次制止无效 晚间7点左右开到了花坛战备跑道时 他又要求下车上厕所 驾驶只好把车停放路间 同时提醒如果上车再闹将会报警处理 驾驶的一个通报公司并报警进行搜寻 但是始终没有发现他的下落 直到两个礼拜以后 12号中午才在距离当时他下车地点 十多公尺处的边坡下排水沟 找到已经腐败的尸体 警方调查不排除是死者自己跌落边坡 掉入了排水沟内溺壁 而家属质疑是否有外力介入 将等待检察官验尸后才能确定死因 不过阿罗哈客运驾驶 飞车辆故障任意停放路间 将先罚款3000到6000元 记者经为中赵建林 张化宝